距离CBA新赛季开始时间是越来越近,可是能够参加新赛季的球员却越来越少,为何这样说? 到目前为止,包括公开或者未公开受伤的知名球员就有超过了两位数,其中包括了辽宁南来的赵继伟与高诗言,新疆南来的李根,于长豆以及孙桐林,八一南来的邹宇晨,广东红远的莫里斯,昨天浙江南来宣布陆文博赛季报销,之前四川南来的金绣源正良同样重伤。 这还不包括那些小伤,以及没有公开上型的球员,然而这样的噩梦还在继续,在今天CBA季前赛山西南来与广州龙师的比赛中,广州龙师的球员刘峰博也遭遇了严重的膝盖扭伤,从他的痛苦表情来看,这次伤病非常严重,对于很多球迷来说,也许刘峰博是一个陌生的名字, 但是他已经在CBA征战了四个赛季,在他的CBA太阳赛季就效力新疆南篮,那个赛季刘峰博出场了14次,不过大部分都是在垃圾时间,场均可以得到1.6分。 随后,由于新疆南篮引进了里根,王磊以及王子瑞等球员,刘峰博没有了位置,最终他选择了加盲着江南篮,很多新疆球迷也为此感到惋惜,毕竟当时刘峰博还是展示出了自己的潜力, 加盲着江南篮之后刘峰博终于爆发,他的场均可以获得了20分钟的出场时间,并且高效率的得到7.3分,3分球迷重率更是达到了53%,在之后的赛季刘峰博出场时间减少,场均得分也降到4.5分。 赛季结束之后刘峰博被新疆南篮召回,上赛季刘峰博代表新疆南篮制出场了5次,场均可以得到1.8分,在这个夏天新疆南篮进行了大换血,他们用西热丽江,侯天一,孙明瑶,以及刘峰博交易得到了范子明,而在加盲了广州龙师之后,刘峰博也凭借努力证明了自己,并且获得了有着CBA最大牌外交支撑的资金,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今天的比赛中刘峰博却遭遇了重伤,在当时刘峰博防守山西南篮的小外人亚当斯,在对方做假动作的时候,刘峰博的膝盖不慎扭伤,随后他痛苦的倒地,开始的又还没有在意,可是随后刘峰博用手捂着膝盖痛苦的在球场打滚,对有这才意识到严重性,从刘峰博的这次受伤来看, 非常有可能是膝盖严重扭伤,而昨天这江南来的陆文博,就是因为膝盖十次的连带断裂,导致赛季报销的,最后还是希望刘峰博能够没事,最近CBA几乎是以每天都有球员受伤,CBA新赛季马上就要开始了,希望各位球员都保护好自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